大清早來到香港站 打算搭機鐵入機場的旅客 來到站門口才知道港鐵停止服務的消息 小姐 阻不阻到你們的行程 都做 我都沒有 但你們出發之前知不知道沒有機鐵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們打算去哪裡去旅遊的 那幾點機 9點已經 講完一次呢 得不安心 講不出車 即9點機嗎 是啊 現在6點多 即是來到才知道沒有 那覺得方不方便呢 如果這樣 除了港的士 亦有人懷疑經營百牌車 以每人大約兩三百元的車資 送港飛機的旅客入機場 港鐵是在星期五晚全線停止 到今天凌晨更加表示整個港鐵網絡受到暴力破壞 被迫全線暫停服務 宣布港鐵全線在早上不會提供服務 亦不會有緊急接駁巴士 除了交通 其他民生事務都全面停頓 趁週末想去辦理銀行事務 但多間中資銀行全線分行暫停營業 想去超市買食物日共品 但全線白街休息一天 想逛下商場留港消費震興經濟 但全港仍然正常營業的大型商場 可能沒有多少間 想快快轉運氣買回綠合彩 但馬會說原定夜晚舉行的綠合彩繳珠 順延到下星期二舉行 所有馬會場外投注站 今日都不用去了 因為暫停服務 東網記者 隨其輝步道